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了 那我们这本书里面 它也有教怎么样看到 以前的做法 模仿 然后它也有教到怎么看 那到底要怎么学 你们自己买书去看 好 我今天教一个是 这本书 算是我们的推荐人之一 叫做《没用知识》 它教我一个日本的民间传说 叫狐狸之言 对 就是先做一个狐狸的样子 然后耳朵对耳朵 然后把手摊开之后 把它扣起来 就是把手扣起来 剩下中间这个洞 就叫狐狸之言 叫狐狸之言 你从这边看过去 另外一届 你本来就看得到 你就应该不用了 对啊 我想也是 这个比收集牛的眼泪方便多 方便多 对 其实也比我们书里面 有写到一个看到鬼的方式 简单很多很多 所以我今天教大家简单的方式 我相信我们这次投稿 有很多人会说 看到鬼不用那么麻烦 去一趟婆家就看到了 进到职场就看到了 对不对 好 我们这次算是各个领域的人 做投稿 那大家有写到像是职场啊 公婆啦 还有一些白木鬼的故事 然后也有一些 我觉得蛮温馨搞笑的 还有一些 他讲到的是心理疾病 所以其实面向非常非常广 我也还蛮好奇 说被他选的是什么 因为像我们这边有人选那个 李雨红的鬼故事里面写到 好像他觉得他的爱宠 就是那个猫 回来的那个感受 我就想到前阵子 我看到一个新闻 超酷 他是他要结婚前 外婆过世了 你知道 你这样比我就知道你知道 他就是说什么 他跟外婆说 希望你变成蝴蝶 来参加我的婚礼 结果他婚礼现场 真的飘来一只蝴蝶 而且还在他讲话过程中 就直接飞到他的肩上 超感人的 所以我看到李宇宏这篇 他喜欢的猫会回来的那 我蛮感动的 也有一个他是又如露 他写到他其实是生活化的事件 可是却闹出鬼故事 我觉得也蛮精彩的 好那我看一下 我们这边还有选到 许晨秋他的枕头套 那有一个是 应该算我们内部票数也蛮多的 叫做吴金融同学 他有一篇叫摸脖子的手 大家他到底在写什么 大家自己去看 我觉得非常好笑 我再念一下 我们这边还有人选到 老仓库里的好心同事 是好心的鬼 对所以有一些篇幅里面 都有写到 我觉得还蛮感人的 蛮让我意外 那当然也有真的很惊悚的 像有一篇是 刘燕真同学写的 妈妈背后的眼睛 他留言的时候 我还有上去回说 你是掰的故事 还是真实故事 他说真的故事 他小时候就一直在找 那妈妈那个眼睛 后来怎么不见了 跑去哪了 他就有印象他真的看到 我是遇过那种打坐走火入魔 然后他就说他打坐之后看到整个房间通通都是眼睛 处理过这种 没有啊就处理掉 就是叫他先暂时不要再进座 怕怕 好来那我很好奇 那我们索菲亚选了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是对于阿飘 我一向都是以一个爱与关怀的精神 对 所以阿飘大使 对所以我清善大使 所以我比较喜欢的是何永清 可能是先生 他讲的鬼也分善恶 里面讲的就是说 计程车司机 就遇到一个富人抱着一个骨灰坛 那人家都不愿意再 一般来大家都忌讳这个 可怕怕 结果他再了之后 那天是圣意兴隆 那我还是觉得 你讨厌的阿飘 可能是某个人的亲人 传统上来讲 他可能是一个别人遭失目想的人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们终于一天也都有要过亡那一天 对啊所以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 就怎么对待别人 还是要不管你多讨厌阿飘 但是还是要有一份那个敬意跟善意 对你刚才讲到我忽然想到 我们里面有一篇同学有写到他就是 也许你害怕真的看到 其实是人家非常思念的人 对啊 对我看到那篇我也觉得很感动 真的有蛮多篇啦 就是所以 有点难选 我蛮喜欢一个叫Jan Chen 他讲到那个我敬重他他尊重我 就是关乎那个护理师嘛 那他在送人走的时候 协助那个往生者的先生 完成他的那个遗愿 应该讲他太太遗愿 我觉得就我也很喜欢 好 这个我们会听取索贝拉的一些建议 然后我们内部也会再稍微做一点评选 那最后的结果 我们会在影片的最后公布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索菲亚 来跟我们分享这一等 日本的那些鬼怪